你吩咐下去 援起神君寿宴摆设 全案此图 不许有任何差错 听明白了吗 殿下如此尽心为神君作寿 可神君的心思 咱们尚不知晓 若是寿宴当日 神君不出席 那您的脸面 无论如何 我都会让他答应出席的 神君回青石宫了吗 还是留在梧通岛呢 带天帝 按资历他本个还差点 但天宫念在 他与蓝风帝君的关系上 多少有补偿之心 蓝风帝君千年前惨死 华叔认定 是妖族和仙族一小仙兽 勾结作下此案 但元启神君 言定是魔族作祟 孔雀一族尚有复仇之心 但有神君立下的 仙妖休战誓言在前 仙界也就难给予支持 你虽重罪 但不过是只不足轻重的 水凝兽 我来行行便够了 小凤君 可是身体哪里不适 无妨 只是没睡好罢了 看来我没法去见这个待天地了 烦请你帮我去 不为难吧 小凤君 不必操心 赶紧好好休息 摇好身子才是正经事 对了 他也是不容易 大人客气些 备份候领 是 本尊亲自登门 恭贺小凤君涅槃重生 却连面都见不上 凤欢长老这竟要拿东西打发我 华叔殿下亲领我梧桐岛 我等自然不敢怠慢 只是我们小凤君现在不便会见外客 请您见谅 这份礼物 也是小凤君亲自挑选 以示庆议的 可不是 凤尹这丫头匠生 着实是不义 别说他们 我都得护着 华叔啊 你要多多见谅 陛下 不必多礼 华叔 以后天宫的事 还要多多依仗你 你有什么事就尽管开口 莫要客气 都是华叔应该做的 不过还真有一事 听闻元启神君尚在梧桐岛 不知华叔可否见上一面 下个月便是神君寿宴 我有诸多事宜 想要亲自跟他核对 元启啊 现在应该在后花园 摆弄仙草了吧 神君 神君怎么在做这些杂物啊 神君身份尊贵 凤族尽叫神君做这些 未免是仗着神君性子温厚谦和 等鼻子上脸了 我最要由凤元姑姑看着长大了 儿时就经常来这梧桐岛玩耍 不知弄坏了多少仙草 现在就算照亮他们也难以补偿 阿淑殿下不用大惊小怪了 是华叔失礼了 还有事吗 神君寿臣将近 一千两百年天地一轮回 这是大寿 天宫诸位仙君的意思 也是单为神君筹办寿宴 邀仲仙齐鹤 所以 没必要吧 我知神君不喜这些 但这次寿宴 有必须要办的理由 仙妖两界最近在边界摩擦不断 妖族大有违背修战盟约 卷土重来之事 神君寿宴正可齐聚众仙 震舍一番 毕竟两族和平 也是神君所愿啊 这里没怎么变 当初第一次来梧桐岛 是为小枫君降世吧 我也是那时 在岛上出遇神君的 是啊 多亏华叔帝君 当时出手相助了 早说了 举手之劳 神君无须挂怀 那 寿宴之事 我便着手安排 发下请帖了 再说吧 这要是放在以前呀 有人这样步步揣摩你的心思 你必怼他个无地自容 姑姑 我不是投听啊 我是听说 那个叫阿英的水灵兽 当年在华叔手上 可吃了不少苦 我想着你定容不得他 所以赶过来瞧瞧 没想到 他以恩情这样步步紧逼你 你居然没脑 这真是变了不少啊 要说到底 最没有资格怪罪别人的人还说 倘若真要计较 也应当是阿英自己来 连同我那一份 把亏欠通通都偿还了 你这是钻牛角尖 你真要把自己 困在自责自哭里千年万年啊 罢了 你既然心意已决 我也就不勉强了 本来还想就着 留你在此做杂役之际 撮合一下你跟凤尹那个丫头呢 这怎可能 姑姑说笑了 我是稀罕你这个真神之体 凤尹那个丫头千年历劫回来 没有经过雷劫就成了半神 这后面 不知道有多大的劫难在等着她 我明白姑姑的意思 若逢那时 我还善有余力的话 定会全力相助 你这话 怎么说的鼓励古怪 木戏沉沉的 我刚除完杂草 身上有些污垢 就不弄脏姑姑了 我先收拾一下 这孩子 怎么也变成这样了 你怎么就要 林峰 他怎么窜进来的 枫衣每日这时都会在古树下 吐纳修炼 莫要扰了他 你怎么没有